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高雄宴朝昨天大停电 台电说找到凶手了 就是一只小鸟 击中了高压电 2000户大停电 当地的百姓都说不可思议 一只鸟的威力这么强 如果说来了一群鸟 难道就要全台大停电了吗 经济部长王美华就解释 他说乡下地方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结果今天一早 基隆就发生又是一只松鼠 就被电死了 又造成大停电 结果一分钟之后 系统就自动复辟成功 立刻恢复供电 这不才是正常的状况吗 所以难道高雄比基隆 还要更相像吗 近两年来 大停电的理由是五花八门 包括胖手指 白鼻心 都可能闯祸 椅子还可以误触到机关 曾几何时 小偷和小鸟变成台湾停电的 最重要的原因了吗 立文 我们觉得好像真的是 时空错乱的感觉 基本上我们不知道 到了哪一个平行时空里头 台湾不是应该是一个 很进步的国度吗 为什么随时都会有一些 很奇怪的理由 让我们跳电缺电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中午清温三十度 小吃店电风扇冷气 没电全罢工热爆了 电动门不能动是不是 对啊 因为现在要开 还有工厂大门打不开 电锅插电也没反应 电视没得看 这里是高雄燕潮缴速路 15号中午吃饭时间停电 两个小时又16分 只因为小鸟碰触带电系统 就影响2000户 时隔一天居民还是觉得理由 太夸张 不满台电找小动物被黑锅 难道都没有任何预防措施 台电已经头壳爆在烧 定投上司 经济部长王美花 又来放一把火 说高雄停电是因为 有时候在很向下的地方 还会有猴子 什么你们都可以推卸责任 现在还要侮辱人民的智商 不要再找人背锅了 今天人找不到 便能找动物背锅 苏贞昌院长 远然已经变成了黑帮老大 王美花部长 就是黑帮老大旁边的 角头小妹 只会讲干话 我们一天到晚都在跳电 一天到晚都在停电 这跟我去印度的感觉 好像印度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当时去印度的时候 印度一天到晚跳电 我还想说这个国家还真是落后 结果没有想到 现在发生在台湾了 但是问题是 现在台湾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生态保育座太成功 满街都是小动物 然后都会去误触高压电 那难道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吗 那以前呢 以前台湾都没有小动物吗 为什么现在小动物这么喜欢触电呢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 是百思不得其解 好 3月16号凌晨5月5点43分 又来了又来了 基隆安乐区中正区有8000户预警停电 台电在附近发现一只被电到焦黑的松鼠 所以又是松鼠惹的祸吗 这个中间真的有这样子直接连结的因果关系吗 不晓得 但是我们回头去看3月11号的时候呢 淘基记不记得第二行下停电了 事后追查说 因为机场北侧的电车系统电缆 遭到两名工人持油压检破坏 也就是小偷啦 这次不是小动物是小偷 要来偷高压电缆 所以呢 逮捕了负责架设工程的徐性跟中性工人 积压 境界 很重喔 那这个网民就讲了 就说呢 这个很奇怪 现场地下明明就有没有通电的电缆 那工人却坚持要偷通电中的高压电缆 是因为身外绝境没电影就不行了 难道我跟不上现代人的思维吗 这么好偷没有通电的电缆不偷 偏偏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偷已经通电的电缆 然后害大家停电 他是故意害大家停电 还是要来偷电缆的 好 也有人讲说 高压电缆的直径都在50公分以上 50mm以上 用油压检要花很久 没有那么好检 更何况他是通电中的高压电缆 这怎么可能工人还安全无事 这根本就是台湾奇迹嘛 这两个根本就不是工人 我看这个是那种CIA还是KGB帽 那个可能是那个Mission impossible 电影里面才有的情节 侯汉廷说不是电影 而且是漫威电影 他说这种烂剧本是谁想的 减高压电缆 你只有被电极灼伤爆炸的份好吗 能够办到只有绝缘体的草帽鲁夫 或者是我刚刚说的 漫威的与雷电工程的雷神索尔 或者是可以发出10万伏特的皮卡丘吧 哇塞 这是在演芒嘎吗 台湾人真的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理由吗 随便找个小动物跟小偷 就可以来堂塞了吗 好 经济部长王美花就来讲了 不是只有停电坑跳电而已 现在乌克兰打成这样全世界通膨这么严重 又要制裁俄罗斯的油气 那我们电价会不会涨啊 全球能源都看涨啊 王美花就说了 因为有传出来 4月份的时候就是要涨电价了啦 那王美花就说呢 他不敢承认但也不敢说没有 说会不会调涨呢 由电价审议委员会还在讨论中 现在还没有定案 不敢说 江启臣就说了 303才大停电你都还没有赔咧 4月你还给我们涨电价 你不觉得很过分吗 老百姓怎么受得了 我们不是韭菜随便你乱割的吗 专家学者还说 因为台电不是就说啦 如果缺电的话要补贴吗 但问题是说台电跟中油不断的吞下亏损 不只吞亏损而已啦 还有啊 那个高雄市有很多的市政监事 还要他们付钱啊 所以呢 那等于是全民都在承担 因为台电跟中油的钱都是我们的钱啊 他又不是民间企业 他是百分之百国营事业呢 那如果只为了制造业考量 因为补贴是补贴他们嘛 这样也不合理啊 因为就等于是全民再来补贴他们啊 哎呦 他是从我们的荷包里面拿钱去补贴他们 这种政府也太好当了吧 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大牢出来讲话啦 林伯峰理事长就说了 他已经说不止第一次了 他说N次了啦 他说我们的能源政策太脆弱了啦 跟10年前20年前来比较能源政策 应该要重新检讨规划 他讲很多次 也在蔡英文面前讲了很多次 但是呢 通通啊 没有用 好 杜子军前行政院副院长也出来讲话了 他说2025年化石能源要占80% 那恐怕就会造成企业减碳的困难 怎么说 因为我们去掉了核能嘛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绿能 其实也不可能到20% 所以起码80% 就是要碳啊 天然气啊 这些都是属于什么 化石能源 换句话说化石能源占了80% 那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什么 碳 碳 那我们的企业就很难减碳 那你要考虑全球减碳的趋势 能源政策必须打掉重裂 因为我们就不可能减能减碳 那你想 现在欧盟都已经寄出来相关的 惩罚的一些限制的规定了 所以我们的企业 我们的产品要出口到全世界 就会面临惩罚的税收 那就是因为台湾没有办法减碳 而台湾没有 为什么没有办法减碳 因为我们不负责任的 不切实际的能源政策 先把我们的能源电厂全部 核能电厂通通收起来 然后用电燃器用碳 然后一方面又缺电 又要涨电价 最后又没有办法减碳 所有的苦果由全民承担 最近真的是很奇怪 就全台各地好像是在玩大风吹 还是萝卜端嘛 一个跳完电换另外一个 那么苏院长上周就被立委问到说 要不要承诺未来不会跳电 不会停电呢 就他扯出说反攻大陆也做不到啦 引发了行政官员 是不是霸凌立法院这样的争议 所以苏院长似乎现在又改变风格了 他接下来就称赞了好几个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所以说了 那难道说这样的差别待遇 代表苏貞昌其实是要 建制蒋万安 故意在台北市长选战的前夕 来打击民进党的对手吗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盛峰老师 因为苏貞昌在出席新北市政府大楼的活动时 他就抱怨说 怎么没有人敢念他这个老县长的政绩不够厚道 不过2019年南回改通车时候 也没有人看到苏貞昌请了任何前朝的官员 来这个参加这个活动啊 所以这样子他代表他也很厚道咯 盛峰老师怎么看 这样子啊 这个我认为问题不是在厚道以后的问题 他要用政治斗争的手法去获得他的政治利益 这是他政党的选择 那么他的修养那只是一个厚道的问题 不 在立法院公开的反执勤的修辱 立法委员 这个已经是涉及到了宪政层次 是否是乱臣截止 前民应该怎么样子 击鼓而攻之的问题 为什么 憲法上想得很清楚 那就是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立法院代表人民监督行政院 那一个对人民负责的行政院 反过头回来 来霸凌羞辱代表人民的立法院 代表人民的立法委员 这个不是非常非常野蛮的政客 不然是什么 很抱歉 我今天用的字眼都非常的凶狠 这是一个野蛮的政客 而且是乱成截止 真的 我们再来看看 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游锡坤 是国会的议长 这个议长应该是国会的大家长 看着你的国会议员被羞辱的时候 既然你可以安稳坐在那里 一句话也不说 你不能作为捍卫宪法的干城也就罢了 既然沦为你们民进党一致的赢钱 这样子的情境还能够混得下去吗 所以 施政昌不是有没有给阿等加阿多的后道 施政昌根本就是一个充满了法西斯思想 要把国会彻底的领路践踏 而国会议长点点不讲话 然后整个的立法院 除了同党的国民党 来表达的声言之外 民进党好像也不认为 这是一个民主的殿堂 一样的通通成为全力霸道的英权 不过道是个人的修养 我们可以原谅或不原谅 或者看得起看不起也就算了 但是 把整个的立法院 把整个的国会 代表人民的国会 如此的临日 而行政院长还可以在那里夸夸而谈 而那一个立法院长 还可以坐在那里相安无事 而整个的民进党 占多数的人却全部是晋升 这样子的民主 这样子的宪政 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说 我们是一个文明的民主国家 我们叫做台湾的民主价值呢 通通会让人家屁屁屁 全部是丢在街上的 不要谈民主了 就谈法治好了 来看看私燕案 2019年7月 国内爆发的这个国安的私燕案 当时统筹华航出访的罗牙妹 很快的就说他没有涉案 这个官司就不关他的事了 风波过后呢 现在他重新风光回任 华航的资深副总了 蓝英就炮轰说 卢亚美就是因为是蔡总统的爱将 所以就没事啊 所以基层小兵无宗献 因为私燕案要坐牢十年 商行之下实在是没道理 2019年私燕案 国安人员透过华航超买 一万多条香烟 其中负责统筹出访的 就是华航资深副总 也是蔡英文的爱将罗亚美 爆发私燕案丑闻之后 他被调离主管职 但如今迅速回国 经过华航的评估 就是说他本身没有涉入 这个私燕的这个问题 只是一个这个领队 抛腿满烟的小兵 吴宗献被判十年 当领队的难道完全没责任 如果罗亚美毫无疏失 但是当初干嘛调离主管职 罗亚美还被起底 过去他不过是邱毅仁的秘书 2016年时也只是 华航资公司华厨的采购经理 蔡英文出访时 还特别喊他小美 让两人交情曝光 这罗亚美没有半点航空专业经验 却跨过华航的经理协理和副总 直接四级跳当起资深副总 罗亚美之前就是蔡总统专机的专案负责人 整个出访期间 全团买了超过一万条的免税香烟 不是华航卖的吗 不是由罗亚美统筹的行程吗 不过罗亚美被认为 他只有行政的责任 因此这个统筹专案的人没事 早早从官司当中脱身了 反倒是跑腿的小兵 背叛十年 这真的符合比例原则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预防委员 如果说罗亚美没设案 那为什么当时要把他给调离主管职呢 现在怎么又回锅了呢 这句话你如果问的话 你看蔡英文本来要怎么回答 这解释一个很大的矛盾 那你如果当时把他调离就是小题大做 那你就要认错了 要认错了 要认错了要负责啊 对不对 如果不是小题大做是恰如其分的话 那现在怎么可以再回去呢 我觉得任何公司 不管大不管小 跟政府部门一样 有两件 在人事任务上面有两件事很重要 一个是叫专业 第二叫公平 专业就是说你要 每一个要在适当的位置上 那用什么来决定呢 那就是你有没有专业嘛 你的能力如何嘛 你的训练够不够 你的经验够不够丰富嘛 不管怎么样 我想罗亚美应该有他能干的地方嘛 他也可能非常优秀 但是我们去想一想看 负责华航这么大一个部门 负责空厨的 这样一个采购的一个经理 你可以突然间跳起来 这整个是一个子公司的 一个小主管 可以这么大的公司 编辞他的资深的副总经理 这个是很难想象的 你告诉我 有没有第二个例子 这是四级跳耶 我真想不出有这样子 安罗基想要一个中位 如果四级跳的话 商位 少校 中校 就当商校了耶 中卫当商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吗 没有嘛 所以这里面当然就不好 第二句叫公平啦 就是说你刚刚没有错 你刚刚在处理他的时候 可能是说 他当时是因为他统筹 他只是领队 就像刚才那位发言来讲 领队很大耶 领队要负责所有的事情耶 你知道吗 领队是很大的 因为球队出去国外比赛 如果出问题了 回来领队就拔掉耶 领队当然是很重要 你知道领队 你既然当领队 你既然当这个访问团的一个总管 这个你这底下的这么多人 跑去买了这么多的丝烟 你说你这领队不需要负责吗 你的负责就是说高高聚集 轻轻放下吗 这就涉及到公平性的问题 就是你管理 你这样子给人家的感觉 就是说刚刚谁讲说 颜色对了就对了 那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在讲的时候 我不论是罗亚美 我跟他无怨无仇 我也没有兴趣去批评他 或赞美他 但是我要讲的件事就是说 这个事情从你升迁 到你离开再回来 这整个过程 只能讲不是很正常 男民的眼睛是很亮的 今天你们得天下 所以你们可以为所欲为 别人就是高高聚集 高高重摔 你也是高高聚集 轻轻放下 我讲人心是不会公平 人心是会不平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城市 每个赶 Volume